为儿子结婚买了一套新房 看了嘛 也挺满意的 款经又好 面积又大 喜事如何变成了仇事 当我听到这个话以后 我真是糟透了 两三天都睡不着 不知道怎么办 起诉退房能否成功 他们家房子买了凶宅了 然后他想退房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温房变凶宅 小林今年三十岁 老家在江苏省靖江市 家里是承包果园的 小林在杭州工作了几年 但因为父母一直为他的婚事着急 2019年三月他就回老家结了婚 本来小林的父母早就张罗好 在靖江市区给儿子买一套新房 可是这个房子现在却成为了一家人的心病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看房到买房 中间都是我爸在帮我看的 然后最后我签字的时候去签字 林家看上的房子是一套南北通透的三居室 林家看上的房子是一套南北通透的三居室 小林带他们看了几处房子 条件都没有这个好 对房子各方面条件都满意 小林的父亲想赶紧把事情办妥 没过几天 小林就被叫回来 和房主老张签了合同 这套房子最终成交的价格是 一百一十五万八千元 加上一些其他的费用 林家总共花了一百二十万元左右 我后来就装修 这个邻居就告诉我 我上去就告诉我 我说你这个房子还敢买啊 去不你家的钱多压得住 所以我一听这个话 我就感觉不对 我就跟他后面追了问 追了问邻居还没告诉我 找这个中介 中介他说他也不知道 因为要赶婚期 房子刚过户 小林的父亲就开始装修 这时候他突然从邻居那儿听说 这房子里死过人 从对方的语气判断 可能还是非正常死亡 他赶紧四处找人打听这件事 听小林说的 这个房子里面好像死过人 然后呢再继续打听 原来是有一个最初的房东的 儿子自杀的 得知给儿子结婚用的新房 有可能是民间所谓的凶宅 小林的父亲一时间又急又气 当我听到这个话以后 我真是糟透了 我说怎么遇到这个事情 本身是为儿子买了结婚用的新房 遇到这个事情肯定是很不开心的 两三天都睡不着 他也想过去找卖房的老张理论 可空口无凭 如果对方不认账 自己也没办法 反正他就是购物 正常购物 他也没有透露什么信息给我们 什么都没有 思来想去 小林的父亲找到了律师 准备打官司 要回买房钱 当时反正他就是 到我们律所嘛 说他们家房子买的凶宅了 然后他想退房 想找我们维权 然后我们就想 这个肯定得先调查一下 是否是存在这个情况 以及就是对方是否知情 于是律师来到新房子的小区走访调查 可是虽然邻居们都知道 房子里死过人的事情 详细问起来 大家却都怕得罪人 没人愿意多说 后来律师找到了小区的物业 这才确认了 林家买的新房里 曾有人自杀的事实 为了儿子结婚买的新房 里面竟然死过人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凶宅啊 林家人本来是要办喜事的 谁曾想到 碰上了这么糟心的事 可是房子已经过户了 钱也已经进了卖方的口袋 谁还能愿意把钱乖乖掏出来呢 就算是找了律师 做了调查 但这个官司还真不好打 这买房的钱 还能要回来吗 2018年10月19号 原告小林 向靖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撤销 与被告老张夫妇签订的购房合同 判令被告返还购房款 120万元及利息 2018年11月14号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他认为卖主隐瞒了非正常死亡的应当披露信息 所以对他构成欺诈 使他产生错误的认识和他自己的买卖房屋的合同 原告方认为被告在明知涉案房屋有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刻意隐瞒事实 就是为了把房子赶紧卖出 而自己买房是为了结婚 如果知道实情 根本就不会买这个房子 当时发生上吊事件之后 警察出警 周围邻居都比较轰动 近江市公安局长期派出所向法庭出具了一份报警证明 证实了2017年涉案房屋内曾有人自杀身亡 买这房子是为了自己住吗 你这有这件事情发生 怎么可能再进去住呢 等于说是不值钱了 可是法庭上被告方却坚持说 他们不知道房子是凶宅这件事 虽然听小区其他人说房子里面死过人 但因为不在意这件事 也就没去追查 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当时我们看过来已经了解到 那个配局所 他们在吵跟他那个中间吵死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了 他还是不知道 他一直都不成了 同样来自成熙派出所的另一份报警证明显示 2018年6月13号 被告曾因为买房子的事情 和涉案房屋的前手房主陈某发生过矛盾 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立刻去找他的前一手 也就是房财中间的人要求退房 吵架吵了一个下午还报了警 所以这个派出所是出警的 这些证据材料可以证明他的主观上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被告不仅很在意房子是凶宅这件事 为了退房还跟前手房主闹到报警的地步 这和他们在法庭上的说法完全相反 而且这次矛盾发生之后没几天 6月19号 房子就被放在市场上出售 这才有小林的父亲看房的事 被告不惜吃亏赔本 赔了十万块钱 也要尽快把房子卖出去 可见他们自己是非常清楚这个房子的实际情况的 但他们又口口声声地说自己不在意房子是凶宅的事 这个说法在法庭的证据面前可谓是一戳就破的谎言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呢 法官又会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 老张说自己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也不知道房子里死过人 当时买房首付就花了七十多万元 这其中四十多万元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后来另外办的贷款又借了四十多万元 首付付了七十几万 那为什么咱们首付交这么多啊 我个意思是小把的贷款 小把的贷款利息 钱一部分都是借贷 一部分就是自己的 花了这么多钱买房子 却发现房子里面死过人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找来几个亲戚去闹 老张夫妇说 把房子卖给自己的陈某是个女人 本身是做房屋中介的 他花七十多万元 低价购买了这套有问题的房子 又以一百一十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他们 六月十三号当天 知道真相之后 老张带了人去找陈某 他很害怕就报了警 那次报警之后 陈某承诺可以找人帮忙 把房子再卖给别人 老张夫妇的说法 他等于承认了自己是知道房子有问题之后 才卖房子给林家人的 虽然带小林父亲看房的中介 跟陈某并不是同一家公司的 然而 在老张夫妇看来 不管是哪一家 反正提出要把房子再卖掉的是中介 把房子卖出去的也是中介 这样一来 不管林家人有什么损失 应该都跟自己扯不上关系 他这个房子是我们找中介灭给他的 不是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去找PES的中介 他中介在那里欺账 不是我们灭给他的 就是中介对中介灭给他的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来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能住在什么地方 房子并不是自己主动要卖的 老张夫妇试图用这样的说法 来撇清自己的责任 但这起房屋交易的双方 毕竟是老张夫妇跟小林 对于他们的说法 法庭会有怎样的判断呢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应该被别人欺骗一下 不过他后来做的不对的话 他可以找牵涉去 不应该再把这个 转嫁给别人 法庭认为 被靠隐瞒了房屋中 有人自杀身亡的真相 主观上具有恶意 客观上存在误导 继续与原告签订买卖契约 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 构成欺诈 他去结婚 是要很吐吉利的事情 然后碰到一个房子里面 有非正常死亡的事情的话 他只是内心的话 对他是否购买的房屋 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很有可能他知道是 他就不会买这房子 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是为了结婚 2019年5月 法院一审判决 一 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 存量房买卖契约 二 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 115万8千元 并赔偿相关损失 这个行为呢 他当然不能算犯罪 但是呢 其实起码就是一个 违反诚实信用的 因为我们任何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 必须要征诚实信用的原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法官提示 为避免类似的情况 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 可以先多方打听 房屋相关的信息 降低风险 另外 也可以在房屋买卖合同中 增加相应的条款 可以在签订合同时 要求中介明确一下 这个里面 成都这个房屋 它是没有什么 类似于一些不正常状况的 这就行了吗 如果有的话 愿意承担 我预计多少 这场风波 有所谓的凶宅引发 但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 更加看重的是 诚实信用的原则 被告是否具有主观的 故意欺骗 才是判决的关键因素 案子判下来了 小林和老张夫妇的 买房合同撤销了 购房款也要返还了 可是 他们各自的问题 都解决了吗 虽说判决已经生效 但是小林的父亲 还在被拿回案款 奔走着 我也在吹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这么 好几个月了 现在钱还没有办还 我一分钱都没看到 现在我就是要求 那个法院现在 赶紧帮我拿这个钱 帮我拿到手 真的 我这个心里真的挺急 他说 儿子现在结了婚 儿媳妇头已经怀孕了 一家四口住在郊区的房子里 孩子要是出生了 各方面都不太方便 可是 家里也拿不出钱 再买一套新房了 我们如果事情不处理好 就是现在买房 也没这么多钱去买房 现在我也急 那马上又要生小孩了 你说你这个房子 再不解决的话 就我真是 那么钱为什么还没到林家人手上呢 老张说 他们卖房得到的钱除了还贷款 到手了七十多万 又拿一部分还了债 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还给林家 现在 他们已经在靖江市人民法院 起诉了前手房主陈某 不过 他们很担心 对方手上的一张承诺书 会让案子败诉 原来 房子卖给林家的时候 因为要负担十万元左右的税费 老张还是觉得自己亏 于是 前手房主陈某提出 可以补贴给老张一些钱 但要老张签一份承诺书 保证不再来找麻烦 老张的妻子没有工作 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靠老张一个人打工 涉案房屋的价格明显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那老张夫妇到底为什么借了几十万元的债 也要买下这个房子呢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 要在市区借钱也要买这么多房子 原来老张家里有一个儿子 目前在上海打工 他们和林家一样 也是为了给儿子结婚准备新房 才从前手房主陈某那里 买下了这个有问题的房子 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老张的儿子有没有结成婚 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老张家是受害者 可在选择把房子卖给别人 转嫁自己损失的时候 他们又成了欺骗他人的家害者 本来两个家庭都是为了同一个理由 让孩子结婚去买房的 按理说应该能够将心比心互相理解 可惜法庭上老张夫妇还在继续他们的谎言 在这件事上 自私自利让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而法律也对他们做出了应有的惩罚 希望接下来作为原告 他们能够学会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 正确维护自己的利益 感谢收看《道德观察》 我是轩逸 下期再见 感谢观察